花莲县政府团队在县长许正位的带领下 7号是特别的从花莲中区光复乡开始 一路南下到复理乡进行各宫庙的巡礼祈福祭拜 各乡镇首长代表也都陪同参拜 祈求花莲无病毒和尽平安无灾 上午10点半光复乡保安寺集结了信仲 以及地方机关首长代表县议员以及农会三巨头 会同县长许正位以及所率领的县府各级出首长 手持清香虔诚的向释迦牟尼佛参拜祈福 现场庄严肃穆 互富与风百业兴望 五股丰登乡气安居热烈社会祥和 更祈求保安寺释迦牟尼佛 祭和谈众神菩萨佛佑 互利宪政部团队在县长许正位的带领下 7号特地从花莲中区的光复乡开始 一路南下瑞穗玉里以及副里中南区各乡镇 进行各宫庙巡礼祈福参拜 说到之处除了宫庙管委委会干部热情接待 地方乡镇首长代表川里长 还有不少信众也一起参加 共同祈福祭拜 祈求花莲能远离病毒侵害和尽平安 拜 再拜 三拜 祈求清廉寺释迦摩尼佛 祭和谈造神菩萨佛佑 不佑天下长生 远离病毒侵挡安康灾 此外县长许正位也利用短短空档时间 不时关心地方建设、农质产品产销等问题 尤其年底选战脚不逼近 不少参选人也都出席参拜 县长许正位也都给予最大的鼓励与祝福 记者综合报道